-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 好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命理老師林正義林老師- 同學好 大家好- 以及媒體工作者王瑞德- 王也好 大家好- 以及命理老師廖美蘭廖老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另外我們邀請到的是第一次來的新朋友- 她是作家陳秀華小姐-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陳小姐她寫了一本書叫《台灣女鬼》- 台灣女鬼- 台灣女鬼- 她是真正有跟鬼面對面的經驗- 而且不止一次- 等一下來分享她的故事- 是- 然後她說- 為什麼女人都是溫柔似水- 乖巧可愛- 為什麼使了變成- 猙獰恐怖的女鬼- 因為- 背後的原因都是父權體制- 這樣懂了吧- 男人- 代表大家跟大家道歉- 所以假定男人溫柔一點- 以後的女鬼- 恐怕就不是我們想像中這樣- - 另外我們邀請到的是媒體工作者羅有志- 黃哥哥好 大家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這個主題是死亡的瞬間- 那這個事情是因為- 根據最近的新聞- 很大的新聞就是- 7月7號的早上- 台北市自強隧道- 發生重大的死亡車禍- 然後- 這個24歲的- 尤先生他開著Lamborghini- 是很貴的車- 很貴的- 他是跑車- 因為車速太快了- 來不及煞車- 就撞上了工程車- 造成二死三傷的慘劇- 可是重點來- 這個在事故發生的地點- 發生了離奇拋錨事件-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真姓網友- 他跟媒體透露說- 車子騎得好- 好 - 結果進去到隧道- 沒多久- 就自動熄火- 這樣的話就發不起來- 這樣子- 後來- 它是自動車子- 用卡的出來- 這個事情- 我們請瑞德- 跟大家講一下-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 這個油性小開- 24歲的油性小開- 那駕駛著- 跟朋友借的- 這個藍寶健尼的跑車- 如果大家看過那一段畫面的話- 他們是兩輛車- 然後相約就去油車盒- 所以到了志強隧道的時候- 後面這個朋友的- 行車記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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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 行車記錄器- 行車記錄器- 行車族- 行車記錄器- 行車記錄器- 這個油性小開進去到信強隧道裡面了以後開始加速- 加速- 加速加速非常快- 到後來突然間- 那麼從- 內車車的- 轉完- 外車車道一下- 行車 Melbourne球身去錄補了後期- 要-又回來 所以- 進去uer進到後期- 要- 又回來為什麼- 因為旁邊有工程車- 停在這個內車車道- 結果呢- 他想散- 但是因為他的車速太快- 所以呢- 他方向盤- 撘了 然後去撞到旁邊的護欄 結果反彈撞上了這個工程車 那麼這個工程車的後面 剛好這個有一位先生呢 剛好是他們三位嘛 那有一位剛好這個站在車工程車 後面砰就撞上去了 他當場就死亡了 然後另外這個藍寶接尼呢 他的這個副駕駛座的 他的女朋友 那麼後來很不幸的 也慘死在這個車上 那麼游信小開 跟另外兩位工程車上面的工作人員呢 受傷 所以總共造成兩死三傷 好 重點來了 那麼他們後來這個案子呢 志強隧道也封閉了 那人呢也分別在驗屍完畢 送到這個兵營館去了 到這是早上發生的事 大概清晨五點多發生的事 那麼現場排除了以後呢 到了下午的時候 就是我們說的這個分享 這段奇遇的真信的網友啊 那麼他騎摩托車 經過志強隧道的時候 無預警的突然間熄火 那熄火了以後 你就是在駕駛 然後就想辦法把它發動嘛 用手發動 要不然的話就腳踩對不對 他怎麼弄都沒有辦法 通常我們手發動沒辦法用腳踩 再吹一下就可以了 那麼他都沒辦法 那怎麼辦呢 他只好下來 因為你自行這個隧道裡面呢 那麼車水馬龍的 所以他很小心翼翼的 牽著他的摩托車 想辦法牽出去 他在準備要牽出去的時候 他發現他熄火的地方旁邊 奇怪這個忽然為什麼凹了一塊 因為他不知道 早上那個車禍的新聞 他只注意到說 這個忽然凹了一塊 所以後來報導這個新聞的媒體記者 他親自又到現場去拍了那一個護欄 凹一塊的那個護欄 所以後來他騎去了以後 給機車行的老闆要修理 老闆就先把車子慢慢慢慢都開 檢查看看哪裡壞掉 然後把零件拆下來再看看 你的零件都沒拍 沒拍就沒辦法發動 到底是什麼事情 跟他聊天 講起早上 他就說他在哪裡 那個老闆就很疑惑的看著他說 你不知道早上那個地方 剛好你那個地方發生兩死三上的重大車禍嗎 你不知道 我說我真的不知道 他就說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後來老闆 那個機車行老闆就把東西 因為沒有壞嘛 還把它倒進去 一發動 可以發動了 所以這個就是弦的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我相信這個真信網友 他不需要去故意捏造一個東西 來戲弄大家 對 來 這個Raid剛剛講的這個死亡車禍 就是這個畫面 那這個就是Lamagini的跑車 老實說 一台車它撞到長座過 這邊全部都不見了 你就可以想見它的速度有多快 聽說快160嘛 我講實在話 160搞不好都不止 因為它的所有的零件 你有看到嗎 嘴狗狗 嘴狗狗 到處都是零件 那導致呢 他的女朋友 車子是這一位開的 這郵先生 然後他的女朋友 其實他女朋友長得真的很漂亮 對不對 亂七分架 亂七分架 他死掉了 另外呢 有一個工人 可以弄一個人也死在這裡 也死在這裡 這樣子 那先請教一下林老師 就是說 是不是很發生的這種重大的意外 有人死亡之後 那個威力比較強 所以他去到那裡 外面怎麼會不會 自強隧道 如果你有經驗 你慢慢注意 你這邊 有時候這邊會再下雨 出了隧道口 沒有影響 那就是什麼概念 就是說它是陰涼界 它是一個陰涼的交界 就是說天氣兩個 過了一個隧道什麼 天氣又不一樣 那 進入隧道以後 人為什麼要馬上 前面沒有開很快 進入隧道 就加速 那個地方常常這樣子 我也騎過 我也騎摩托車 就莫名其妙 就是說你進了那個隧道 突然間好像說 要開得快一點 有人幫你殺 對 可能有一種 一種就是意識形態 就是說你進去裡面 那你就會加速 那當發生事情的時候 不好意思我猜過話 其實有山的地方比較不好 因為它會把雲擋下來 可是它因為 所以有隧道的地方 不要是有山 如果你從地理來看 地理來看 當然有陽明山 有山陰 山陽 陽明山這邊是陽面 到了陰面以後 金山那邊全部都領古塔 那邊是陰面 那就是山陰的部分 所以那種 剛好是在 剛好是在那條線上 才叫陰陽明 不過金白的錢錢很好吃 那個土地肥 金紅色的 紅色的 對 那個地質好 然後人剛剎那 如果速度很快往生 他不會知道他死亡 你如果是跟跳樓一樣 他不知道他死亡 他不知道他死亡 不知道死亡 那當然對他來講 他的靈魂停在那裡 那個靈魂在那裡的時候 那個火力很強 電力很強的 所以你那個現在的 現在有一些車子都是很電腦零件 那種零件通常就到那裡 如果剛好你陰緣就是起到那裡 你的電腦就障礙了 所以他把它又拆回來 又到處回去就可以了 因為當神一重新 不知道自己死亡 我隨便舉例 就是說他進隧道的時候 據說進隧道12秒就 就撞上就死亡了 就會黑畫面 那女生有可能幾種狀況 我剛才在化妝補妝 有可能我在睡對不對 這種都會忘記他死亡 忘記他死亡 一般來講他也許他的動機就是說 我在這裡 沒車給他搭 能不能載一下 就是說他還是人的意志形態 你懂我意思嗎 你要聽一下給我載一下 我覺得他的女友 在死之前受到的驚嚇 雖然時間很短 因為油性富哨 他車子上面的行車紀錄器 還是有記載那一刹那 那幾秒鐘而已 突然間就發生 就沒什麼沒有畫面 所以我覺得就在短短的一刹那 我覺得他死之前的那個驚嚇 可能那三文七張都跑掉了 為什麼王瑞德經過的不會熄火 這個網友經過的熄火 有些人因緣不一樣 你身上也有帶一些電 帶一些因緣 我有一次在街上走的時候 碰到一個小孩 我們兩個擦身腦過 結果燒焦了 他也燒焦了 真的假的 是啊 你的電幹嘛跟他的電 那個小孩啪一聲 哇 炒回他 你們兩個通電喔 對 所以這個就是因緣 所以讓小孩看我 我也看到他 後來笑一笑 可是怎麼會兩個碰在一起燒焦 所以 那有沒有可能是小姐通過跟我們燒焦 所以你的震盪頻率跟他剛好跟他陰涼相對 所以有些人就是 就是我講 我有一個朋友他在燒陶瓷器 那個達利來台灣也都到他那邊去燒 然後三劍跟他扶你劍這樣子 他很會燒 有一天他就跟大家講說 張大謙多一天會死 大家去找就說 你跟張大謙有什麼贏面 你給他收拾好花修 果然張大謙在那一天死掉 就他講的那一天 等於他的訊息有通道嘛 所以這個就很難講 這樣喔 隨口問問就對了 我覺得這個概念跟我們跑過很多社會新聞 裡面的託夢很像 通常你說家人有沒有 反而沒有辦法託夢 要他的磁場跟他近的人 他反而可以跟他託夢 好 這個廖老師啊 在你血睡裡面嘛 兩次熄火 對 好 這個有意思啊 我血睡我不曾熄火耶 不好意思 這樣說 怪怪的 等一下啦 我先休息一下 好像進去應該要熄 好 廖老師啊 他在雪山隧道 因為他是宜蘭人 對 好 那他在雪睡的時候 也曾經兩次熄火 你是開車嘛 對 開車 因為我本 我差不多說我不在裡面熄火 你敢擲 擲嗎 擲嗎 你敢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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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在靠地的找 奇怪 很難打 我要講到 我就是我的服務處 本來就在行天宮附近 那因為我從民國一百年 開始菩薩就要回去宜蘭 蓋廟 所以我常常就這樣往返 然後就在2012年我記得 雪睡裡面就發生了一件很大的重大車禍 就是在南下要回去宜蘭的26.5公里 我的印象是在那邊 就是首都客運追撞一部箱型車 箱型車也是宜蘭人 就一對夫妻 然後要回宜蘭 因為他的車子有點爆胎 所以他就跟在格馬蘭的車子的後面 覺得比較安全 結果首都從後面追撞 就夾在中間就火燒車 那時候雪睡就 那個烏煙都跑到外面去了 緊急撤離 對 有兩個人死亡 就那一對夫妻 有31個人受傷 嗆傷 對 這個事情過後也就可能 我們都會慢慢淡忘 然後就在20 我應該是在2013年 就開始要回去 就是工地都會常常 就臨時要回去 明天這個廟又要增加什麼 增加什麼我都必須要回去 可是在台北服務處 我都忙到很晚 我大概就是11點 從台北開車要回去宜蘭 然後第一次就是 我回到那個開到隧道 那個晚上 快到隧道應該快12點了 然後我就開著開著 車子都很正常 可是就突然 我的油門怎麼採空 你沒力了 就是採空 沒有動力 沒有動力 然後我就怎麼會這樣 我就慢慢的減速 就是我也不慌張 我就慢慢的 就讓它靠邊停 就停在那邊 那停在那邊的時候 我就趕快找那個 就是我們會有保險 後面有一個拖掉的電話 我就趕快找拖掉電話 然後拖掉就說 你可能要等我半個小時 我說好 那我等你 那我就在等的時候 我就轉過去看 它有寫26.5公里處 我說這是 你剛剛說火燒車也是26.5 對 我說上次火燒車 不是在這兒嗎 然後我就 因為它那個地上 那時候新聞出來 我們有注意一下 地上都還有那個油的 油漬 燒過的痕跡 燒過的痕跡 黑黑的 那我就想 在這裡熄火 怎麼會這樣 那我就在等的時候 我心裡就在想 會不會是 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嗎 我就講話 我就說 是不是這裡的朋友 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嗎 那你可以告訴我 可是沒有聲音 有的會給我看 那一次也都沒有給我看 那後來就拖掉車來了 就拖到宜蘭的時候 已經快一點了 然後我就趕快找一個 很熟的修車廠打電話 然後我就說 它已經休息了 我說我的車子沒有動力 是會啊 然後現在也開不動 我就直接拖到你的 那個修車廠好不好 他就說好 他還特別醒來 去幫我開車廠的門 然後進去 這就第一次 那第二次大概 才隔了三個月 我又是要回去宜蘭 不好意思 所以第一次那個熄火 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 就是第三天 他把車子開還給我的時候 他說老師我檢查過了 沒問題 大概再過了三個月 那廟就是還有其他的 就是有審訪的事情要處理 那個工程師又叫我回去 那那一天我又是大概11點半我才忙完 我就又從半夜從台北再開車 又開 你自己一個晚上10個小孩 12點才開一隧道 對啊 你也很大 那時候很忙沒辦法 然後就是開著 那一次就比較前面 大概我在 大概32公里處 我就又踩空 踩空我就 菩薩我現在開在路中央 因為那一天是禮拜五的晚上 然後有連續假日 照理說人很多 車子很多 我覺得我如果熄火在中間的話 很危險 我說菩薩我不能在中間熄火 你可不可以讓我 可以停到旁邊去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再踩一下 還好就有踩到一點油門 然後就 再來就沒了 然後就滑滑滑 我就又 在旁邊再停下來 又是26.5公里 真的 就停在那邊 然後我就先打電話 我就先打電話 就是拖吊隊要先來拖 那時候我在等拖吊車的時候 我就說 是不是真的有需要 我幫忙的地方 然後這一次 第一次我都沒看到什麼 第二次我就有聞到燒焦味 就給我聞到燒焦味 但是我就說 可不可以告訴我 我要怎麼幫你 可是就是 都沒有講話 可是那個燒焦味越來越濃 我大概就知道意思了 後來就是拖吊車再來 再又拖去那個修車場 他說老師 你怎麼老是在半夜拋錨 我很愛睡 因為他修車 對啊 對啊 他修車很累 就是那個老闆 對 他說你怎麼老是在辦 這麼晚拋錨這樣 我就說 我也沒玩意 然後他就 又幫我檢查 然後檢查第二次 又是沒有問題 那個老闆有帶我嗎 有啊 他媽一定覺得怪怪 三個半夜 不會 我們認識很久 他老婆也很熟 然後他在檢查 又沒有什麼問題 他說我沒有 我修車 他修二 三十年 他說我沒碰過這樣的問題 怎麼都沒問題 你又洗火在血睡 好 我就廟物滿晚 就是那個工程滿晚 我就回到 那時候我菩薩還在 我的台北辦公室 服務處那邊 我就請示菩薩 我說菩薩我兩次在血睡 這個事故的現場 發生這個熄火的事件 是不是要我幫助 這一些眾生什麼 然後他就說 辦超渡 我就在我的服務處的樓下 每一年的七月 就是做一個很大的一個 超渡法會 就是超渡這一些 中原普渡順便超渡是不是 沒有 中原普渡歸中原普渡 菩薩要我另外這一天 就是超渡這一些亡魂 所以那時候我就做了 很盛大的一個超渡法會 每一年都做 就幫助這一些 然後車子就不再跑毛了 就沒有了 那這個 有志是跑過國道 有一個雪滴子的時間 因為我們跑社會 因為瑞哥應該知道 我們常常會喜歡問說 在那一差怎樣 這人有感覺嗎 常常會有那種狀況 譬如說在地上 廚房下來的時候 那個人被壓住 會不會有感覺 因為那個會給家屬 最後的一個心理安慰 如果他說一死後的時候 不會沒痛 沒嚇到 心裡面會稍微 比較舒服一點 如果說 人家跟你說 他死之前 嚇到手都抵著 你會覺得心好痛 我怎麼 家屬會在這個時候過世 所以我們那時候去跑的時候 都會問說 那一刹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就跟我們今天說的 死亡瞬間 那時候我 那個記者有接到一個 五谷泰山那邊有一個車禍 那個車禍是說 異物撞進擋風玻璃 然後車上 對 車上一人死亡 我們就看人家去醫院去問 說一人死亡 那死的是誰 因為 到底一人開車 兩個人坐 他說是副駕駛座 因為我就覺得奇怪 那就是兩個人 兩個人開車 但是副駕駛座 就是副駕駛座 那個人沒開車 駕駛座那個人開車 是副駕駛座 被異物打死了 那我們就去現場 看到那個現場 是一台車禍的那邊 然後那個擋風玻璃 是砍砍砍去 然後砍砍 後來這個 那個一到 你不是要用那個 馬路去把它割開嗎 要把那個 那個剪開 那個人 受困在裡頭 結果那個 我們記者回報是說 那一個 一個女孩子 都會那個副駕駛座去 我做長官我比較好奇 說他眼睛是卡的 還是金的 他說 那個 他如果問那個救難人員說 眼睛是 閉的 但是 有點緊 啪 這樣下去 那個救難人員現場評估 應該沒有感覺 我說沒有感覺到 有什麼眼睛會卡的 他說 人之常情 就是說 如果你開車的時候 有時候東西 不管是什麼 酒桃也好 蝦 蝦也好 你滴的 你突然間 會怕到你 他說 只有一瞬間 他說那個瞬間 可能不到一秒鐘 啪 就下去了 但是我們去現場看 我跑過那個空難 我也是在乎 那個眼睛閉還是開 我一跑澎湖空難的時候 不是在空中解體嗎 一個一個掉到那個 海裡面 你把它勾起來的時候 你看那個大體 有的眼睛卡 有的眼睛是金的 後來我就問 他說 你要看那一刺那 它有感覺嗎 有的是會有感覺 還在感覺說 然後就會眼睛死不瞑目 有的會馬上閉下來 還有那個 有一次我跑那個什麼 蘇花公路 不是有個大陸的那個遊覽車 在126 跌下去 整個那個下來 但是那一刺那 如果你睡的時候 通常就比較不會有感覺 最怕的那一刺 你看的事故即將發生 那個好恐怖 那種最驚嚇 如果你是睡著了 然後你發現 火星根本在起 以後就死亡 這樣比較好一天 會比較沒有感覺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你秀法是曾經在 扎道的地方 看到一團像烏雲一樣的氣 是 那是你在什麼地方 可以說嗎 家裡 其實我是 他是扎道口下 他一個路長 我是開車走那種線道 他就在扎道口下 一個路長 我遠遠看 那一個 那一雷黑粉 一朵烏雲這樣 不對喔 揉揉眼睛 看錯了嗎 結果仔細一看 不是 照理說那麼低的地方 不會有雲 對 沒錯 之後我議會過來 它就是一團黑色的氣 鋸在大概路長的三分 快接近頂端了 三分之二 那也差不多三公尺高而已 對 對 然後就一團很像黑雲 日時還是晚上 日時 沒三 四點 多大團 多大團 大概這麼大 這樣 只有這樣而已 對 差不多在那裡 不過 在當下我感覺就是 這是 零 對 很多零 聚在那裡 那當然我不會經過 那時候我看得到 我看到的時候我就 心裡有底了 然後就默念了 默念那個佛號 然後就這樣子 平順的經過 因為我也害怕它會跟隨 你怎麼知道那是零 因為一般你用正常的邏輯去看 它不是烏雲 不是雲嘛 對不對 那那個紮道口 那個就是容易發生車禍 那為什麼他要讓你看 我想是體質的關係 我也不太想看 你細小就都看過嗎 細小 你說你面對面看過鬼喔 是 我覺得應該 它是貼著我平躺 然後它是貼著我的臉 大概五公分 很近的距離 直接跟你面對面 那是什麼樣的情形 你在睡覺嗎 對 我在睡 沒有半夢半醒 對 你在家裡 不是蚊 不是蚊 你現在住家裡 住家裡 OK 是長家裡的家還是家裡的家 應該是臉上算算算 換起來 OK OK 是 然後呢 然後他就 那一天我就 就是 就發現就是 那一晚 他就跟我面對面 那面對面之後 就我覺得就有個東西 在你的臉上就對了 我就眼睛睜開看 就有一張臉 但是分不清楚是男生還是 女生 髮型看得出來嗎 他就是 你平躺 然後他是這樣子 沒有看到髮型 沒有辦法 很近 很近 太近了 太近 對 就大概這個距離 你公幾公分 就大概剛剛有隻胸 五公分 對 跟你面對面 幾乎臉貼臉 對 幾乎是這樣子 他應該是男的 因為他想接吻 不然貼那麼近 不然貼那麼近 對啊 但是他還有話要問 他用那個腦波 用意識傳達 他一直想要問我是誰 問你 對 他說你是誰啊 你到底是誰 他用腦波傳達這個訊息 那我接收到了 那我只回答說 不要吵 我很想睡覺 我用頭扁過去 你不怕 我不怕耶 當下我不怕耶 對 那這樣停留多久 停留 我想我這樣撇頭 看到撇頭 應該算幾分鐘吧 對 那你為什麼不告訴他 你是誰 是啊 之後 之後睡在我隔壁的小孩 他就 他竟然講出我的名字 跟我同時間講出來 這個嘴巴好像你沒辦法控制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問我說你是誰 那其實我不想回答他 對 對不對 然後不想回答他 可是所以我就小孩 他就直接回答說 陳秀樺 那我跟他是同時間 異口同聲 直接講出我的名字 所以那個 旁邊那個小孩也接收到了 對 也接收到 那我就趕快把他搖起來 我就說 他說你怎麼會叫我的名字 那個人 那個人是你的錢賬嗎 還是你的小孩 我的小孩 你的小孩 對 他也是稍微有他的體質 對 所以我就把他搖起來 我說 你怎麼會叫公外名 他說有一個人 他說你媽媽是什麼 然後他就直接回答我的名字 哎唷 真的要同時兩個人 對 因為他問你是你是誰 我問你兒子 你媽媽是什麼 對 兩個人就對了 對 OK 異口同聲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是誰 為什麼他要來找你的目的是什麼 不知道 都不知道 你們的房子是你們蓋的嗎 不是 之前有人住過嗎 沒有 那可能要問一下之前 為什麼有什麼事 應該是住在裡面的人 對 我剛才在西藏 然後為什麼你在住我們家 對 通常會問都是這樣子 我一個朋友 他年輕的時候 那個做那個電子機的時代 那兩個人剛結婚就沒有 就做工工嘛 就去租了一個 永和租了一個房子 那個房子呢 他兩個的夫婦呢 還睡那個卡洞有沒有 然後到了中午呢 就有一個老太婆來問說 欸 年輕人 你們是租的還是買的 對 他就說 就租的啊 他說好了 這樣好 我要走 然後就 就走了 走了 他還會說 我給你擋三天啦 走了 走了以後 那房東就剛好 就是每天都經過那裡 他就問說 那個人 我有遇到一個 老太太 一個老太太 誰都什麼行 搶什麼什麼 他說 房東不敢說 那個我媽媽 他就忘了 好你跟他在說是做的 後來 我那朋友真的是發起來了 就因為那個電子機 對 所以也有就是說 房東來關心你的 那個是這個房東 那林老師這個應該怎麼處理 像這種 他應該是真正在問他 你是誰 就是他可能是原住民 對 住在裡面 所謂的原住民 不是我們講的那種 還有一個就是說 這個人會問你是誰 原來住在那裡的人 對 這個人會問他是有點修行的 因為修行的第一關 就是問我是誰 就是我是誰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在提醒他 就是說你有靈異體質 可是你知不知道你是誰 哦 了解 你知不知道你是誰 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說你現在的 你是不是真的你 你是活在 你是活在頭腦裡 還是活在身體裡 還是活在靈魂裡 對 我是不是我的我 這個是李登輝發明的 因為第一個我 才是發出來 那個就是你意識形態的 第一個我 後面的帶著很多個我 所以你在問這些句的時候 全部的我通常會跑出來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用 透過什麼方式請他消失啊 通常你知道你是誰 他就會消失 要不然他會繼續來問你 第二次沒有問 Do you know who are you 但是我 我覺得陳小姐可能請教一下房東 我是第一 就是買的時候就第一人騰 對我沒有房東 就是之前的屋主啦 之前我是買新的 你是買新的 新廚喔 對就是住 他們可能是投資客啦 沒有在座 不是 我買的時候是建商 建商蓋 那它是空地還是舊房子拆掉的 你知道嗎 甘蔗園 甘蔗園 那有的時候是那個 蒂芙林 對啊 蒂芙林啊 因為感覺像是 有一點那個姻緣啦 是 好來我們先休息 今晚到來 我都看不到 好 秀华有幾個小朋友 兩個 兩個嘛 對 只有那個看得到 對 他小時候看得到 你說有一個年輕人 看到路邊有女子車子拋錨 於是出手幫忙 然後最後發生什麼事 好 那這個在我 台灣女鬼這本書裡面的 49頁 有提到 我又寫進去 沒有人打書打到這樣 49頁 49頁 對 大概49頁的地方 就是 這個是一個親身的經歷 朋友的一個親身經歷 他就是 其實每天都 其實他在隧道口前 就是每天五點下班 都要經過隧道 結果呢 他經過的時候 他就有一天 他就在隧道口前 看到一個女子 那個牽著一輛拋錨的機車 然後他就英雄救美 他就想要去幫助他 而且他本身也很熱心 結果就過去跟女子說 我幫你倒閃過 倒閃過 對 倒閃過好了 結果這女子好 他就默默的好 就答應他 笑笑的答應他 可是呢 他對在後面對不對 他看著什麼 他對在後面 他對在旁邊 走他講話 又走他講話 開工 還走過 出了隧道之後 在家裡臉書嗎 這樣 沒有 你很煩耶 那個女子就 這個年輕女子就跟他說 到這裡就好了 他就好 他女子就趕快 再走回去 原來他停車 看他的車子要騎回去 結果回去的時候 如果羅倫智不會只有這樣 對 因為你犯罪 不然聯繡 電話都要撈一下 對 是 沒有 結果 結果他再走回去的時候 看到剛才那個 女生 再看他的拋錨車子 又開始尾碎到口 哎呦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起結束了 很多發生事情都是 重複 一直重複的 對 也一直重複 一直重複 還沒了 還可以開工 你還可以開工 結果 結果他看著就 發毛 機車騎了很快 真的有結束了 結果更快就 趕快走回去 騎回去之後 就沒去上班了 發生了 對 開始發生 燒一禮拜 開始辛苦一禮拜 然後一個禮拜以後他去上班 那同事就覺得說 你怎麼這麼久沒有來上班 就關心了一下 然後又見他那個 胸前掛了一大串的佛珠 很大串的 然後他就很好奇 就說你怎麼掛到這個 你這樣很好笑的 他就說 你都不知道我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把這段事情講給 對同事體 啊 如果有志一頂 又卡一拔一拔 哈哈哈哈 這次就不是換賴的 哈哈哈哈 太可憐了 太可憐了 樓有志就一直 終身都在拔 都在拔 我就在那裡思團了 一直跟他聊天 對 對 他跟我說 你感謝他就算那錢了嗎 算錢 金紮金紮算了嗎 怕死 樓有志不會放棄這種機會 那個女生也不會放過你 哈哈哈哈 太可怕了 可怕 我真的假不配 真的 真的嚇到 他會一直循環 就是會重複做他之前的 這個事情 這個在國外很多這個 但是我們 像我們有一些人是看不到 只有那一個人會看得到對不對 對 不是說每一個人看得到 有時候人在死掉的時候 他的意識會停留在 他死亡的那一刻 會一直在那邊重複 比如說 這個人住在這裡 如果他在這邊往生的時候 其實如果那個隱魂 座畫十五碼 半張是隱魂不是很成功的話 他會一直在那一個空間 一直重複 重複他就認為他住在那裡 對 OK 你那是什麼隧道 不要 讓有志幫個忙 不要讓有志幫個忙 他沒有說什麼隧道 他是我的老公 OK OK 好 那你說 你書裡面也有提到 一對母子在高速公路的路間 跟駕駛招手求救 那是怎麼樣 他這就是 就是他 應該說他開車 然後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駛 可是那一天是下毛毛雨 那下毛毛雨他就看到 然後有一對母子母女 他都在路間招手 可是他看到滿身是血 對 然後他其實想要幫助他 可是當他停下來 就是要停下來的時候 那個女子 那個母子不見了 就不見了 所以應該就是 那個林還在當地 那是車禍的 那都是車禍的 我一邊在南口街 剛中島 林口街 在中校東路六段跟林口街 我們台湾都很討厭 台北市有林口街 林口有什麼 林口街 對啊 我躺在那紅頂 前面有一個穿英國鴿鴿的小孩子 站在馬路裡面 我還眼睛不敢閉 一直看著他 我就說 第一個念頭 我沒有再覺得他是鬼 我認為說 這孩子怎麼會 因為中島嘛 這孩子怎麼會老婆這麼放心 家裡這麼放心 回出來走路 我騎著車子 大概這樣盯著我眼睛 盯著想說注意他 大概盯著那個紅綠燈都還沒有 變大概有一分多鐘 他不見了 就在我眼睛盯著他的時候不見了 不是我眨眼不見了 那個就是以前 你就心裡有事 就之前出事了 在那邊出事的過程 魂等於沒有招走 對 沒有招走 所以那些鴿要做法嗎 應該就是說家屬把魂帶走 那你相信我當時一定會有隱魂 有時候魂的看法師 有時候法師量量不夠 因為我們常常聽到這個 因為我們跑那個程度 什麼永公路 還有那個什麼國道 永公路的陽明山縣 那時候不是有個大車禍 都是阿公阿嬤去掛香的 他那種他就摔到下面去 不造成很多人傷亡 那時候傷亡之後 也太有陰魂了 我們派都是那種叮叮亮亮 倒數去那裡叮叮亮亮 可是事後很多記者 還是有寫那邊的靈異 他說暗時 派出所 有時候記者會去那邊擺爛 他說暗時也有人叫便宋的時候 你都別管他 你跟他講那裡就好了 所以每晚每一晚上 都有阿公阿嬤說 我這裡派出所 可以找一個便宋嗎 每天每晚都有便宋 每天都便宋 是嗎 對啊 那個像有國道有幾個 那國道不是旁邊常常 要放那種廢棄車的樣子 那種出汽河過的 那個叫什麼國道墳場 汽車墳場 你也是晚上 常常都聽到那種遊覽車 這樣 那門打開的聲 他們好像永遠都在那邊輪迴 上車下車 阿公阿嬤下車要找廁所 上車下車阿公阿嬤找廁所 這會重複 這個在國外有很多 就是科學家去測試 就說這是這棟古堡 裡面鬧鬼 鬧鬼呢 他們後來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說在這個地方死亡 樓梯死亡 幾乎所有會靈通 會那個 都是看到他走來走去而已 可是他沒有說 我走到每一間房間 他不是 他當機站 後來科學家就認為說 怎麼會這樣走過去 後來就去測裡面的 那個磁場 裡面沒有電子的古堡 那是我們花崗石做的嘛 發現就是說 這裡怎麼這個 靜電 靜電區最強的地方 後來才發現說 那個石英一秒鐘會放電一次 所以他等於提供了能量 只有在這一段而已 所以他也需要能量 對 了解了解了解 那請教 魂沒有引回去 我想他一定是 沒有人說的沒有陰魂 但是沒有陰回去 就表示發酬靈力有問題 對 像我是特技艱苦的 我可以騎乘 可以檢定 你們到底有檢定嗎 這國家應該要檢定 對 活動人家引回去是大事 我看過原住民的巫師互相檢定 放兩隻 掌握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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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 就是說驅那個殘儲 就是你有法律驅那個殘儲 就逗那隻殘儲 是 有這種法律嗎 你有沒有看過什麼 先拚握就是說 我要知道誰的法律比較強 那麼我們台灣有小孩 小孩就是比較年輕的神明 小孩會找奇心 然後先拚握 台南跟台北小孩拚法律 從什麼地方開始拚 拚法律為你扣在掌握在掌握多少錢 開始拚 我會說出你扣在掌握在掌握多少錢 你要說出我扣在掌握 所有的人都在掌握 這麼厲害 真的厲害 兩邊一直拚一拚 拚到掌握對不對 拚到掌握台南輸 台南輸你會說他 台南輸我輸 我法律不如你 拜拚到最多的一關 台南輸我跟台北小孩說 你不用太高興 你的奇心只剩三個月四名而已 他拚握 你知道嗎 你說哪有可能三個月後 他的台北的奇心跪了 不會贏 贏 這叫做先拚先 那我們今天也有廖老師林老師 來看一下我口袋裡面有多少錢 你贏出來就知道了 贏出來 那錢是一個靈通的路 靈通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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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未來我口袋可以有多少錢 不是 胡說不會讓你看人家的口袋多少錢 真的嗎 對啊 因為我們是佛教沒有那種 如果可以的話 你穿什麼內褲顏色看得到 等一下 我來補充一下英文這個車禍 為什麼他一直在這裡 來 我們現在寫進廣告 我也是一樣 累痛 我也是一樣疑問的 那個故事一直在那個同一個派出所 好 來 剛剛廖老師要補充 我們剛剛在講引魂這個事情 就是說為什麼車禍這個地方 這些魂魄還一直在那裡 有時候就發生車禍 民眾一般習慣會叫救護車 還沒有確定說他救得起來救不起來 其實有的當下他就已經過世了 你把遺體送到醫院去 然後判定醫生判定死亡 然後再家屬再可能送回去兵儀館 或是哪裡去處理這個後事 一般的家屬他就會忘記說 出事的地點那邊需要去做法會 需要去引魂 所以在那邊會一直聚集 一直聚集 就那個地方就會一直 有這個抓交替 發生車禍這種事情 那這個魂也會一直在那邊 重複這一件事情 真的不一樣 那魂不一樣印回去 是不是一個在家裡面 我們每天在拜 其實魂也沒回來 通常我們有三條靈魂 你其實要出事前 有一條靈魂其實就會告訴你 所有的人心裡有數 就是那個叫那一條就是胎光 那就是真的靈魂裡面的主要靈魂 那接下來就是 我意思是說魂 人家一片醫院 沒有引回來 對不對 這樣子 就難道會逗留在那裡 對 我們每天你拜 失敗的是空的 變空的 那魂沒有回來他就變得很淒慘 對啊 他很痛苦 他變成了沒辦法 我們講的 流落街頭 流落街頭 孤魂 所以鄭大哥我剛剛不是說 所以他就會在隧道口一直來回 一直來回 所以我們在做超度 其實超度的法會也很重要 我不是說碰到血睡這個吧 菩薩就跟我說 他沒有辦法開口 就是因為你那個是 就是火燒死亡的 他現在還很痛苦 沒有辦法開口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法會的時候 一般的做超度法會 比如說我們要超度這一些 就無形的眾生 有的超度法會就是比較簡單 但是菩薩交代的就是說 我們的超度法會一定要有 沐浴亭 漢寧院跟同歸所 這個三間很大的房子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們要來參加 參加法會的時候 有這個沐浴亭 就是我們隱魂來 讓你們來這邊沐浴 先洗過 然後對這些佛祖是有恭敬的 然後讓他們整理 有的都沒有辦法洗澡 沒有辦法換衣服 所以我們當天就會有 這個沐浴亭讓他們先洗澡 然後我們會有那個 我們當天會先燒 那個往生斧跟往生斜 就是蓮花斧跟蓮花斜 讓他們來衣著 然後來聽見聞話 然後會有銅規鎖 銅規鎖是什麼 銅規就是一銅的銅 歸去的去 然後呢 什麼也是一銅的銅 就是大同世界的銅 大同世界的銅 銅規鎖 就是這一個鎖 規化的鎖嗎 銅規鎖 規去的鎖 銅規鎖 銅規鎖 就派出鎖的那個鎖 銅規鎖 銅規鎖就是 就是一般會成為鎖鎖 意外死亡的 或是自殺 也不知道他的遺體在哪裡 這一種的 然後有的是 今年累月很久的 所以我們就會 當天我們就會請地藏王菩薩 觀世音菩薩 還有大師爺 我們在隱魂的時候 就會引這些無阻 這些孤魂到同歸首 就是你不知道 你沒有辦法回到家裡 你們就在這裡 這個地方來幫助他們 那秀华 你書裡面還有一個是 桃園大園空難的聯誼護士 是 那這個是這樣子 就是大學生 他是不是開學 就是新鮮人 都會辦那個聯誼活動 那學長姐都會帶 然後他們就到那個 大園空難的現場去 辦了一個試膽大會 試膽量 試膽量 他們舉辦了這個試膽量的 最愛這個 對 然後其實在每個新鮮人 他們去試膽 其實都忐忑不安 但是也都順利完成了 那大概就完成 也沒發生什麼事 大家就覺得說 那要不然來講個鬼故事好了 然後大家就輪流著講 那其中 後來有一位叫做小如 他就 他就講了 他的親身經驗分享 然後他說 他說他 他說他有一次 然後要出國 那全家人一起出國 那在要出國的前一晚 他做了一個預知夢 預知說那一架飛機會掉下來 對 然後 他說會掉下來 然後他就跟家人 跟爸爸媽媽說 那爸爸媽媽就斥責他 因為隔天就要出國 就天亮他就要出國了 他其實他是有哀求說 爸爸媽媽不要去 就取消好了 可是呢 爸爸媽媽就反而罵他 那全家就一起去 好搭上飛機 那大家就說 搭上飛機呢 然後他說就 真的發生空難 然後大家一片哀嚎 然後大家就死去這樣子 這不是這女生講故事而已嗎 對 所以後來大家就覺得說 聽起來好像很詭異 毛毛的 學長姐 到最後就想說趕快結束好了 他講完這個故事 他都想說趕快結束 結果在點名的時候 並沒有小如這個人 哎呀 這個 這個 這個跟 我沒用 並沒有小如這個人 我們拿一點點車馬會有必要這樣 對啊 我幹嘛 這個我在 就沒有小如這個 太誇張了 不是 他說全家死去 全家都死去 所以小如其實 是冒充的新鮮人 因為大家都要討論去 校園有鬼 你們看過 校園有鬼跟著一起跑的 那個還是鬼鬼 是啊 他就是顯現 我以前有一些那個 就南港的 之前的 很多年前的那個 警察局的 警員在台北投資 一個 頂了一個那個 那個 就像類似那個 也不能叫阿公 就是 就是地下的 沒什麼牌的酒家 然後最後 叫我 就是說 他裡面也怪怪的 然後叫我進去看 我就走到最後一間 然後那個 裡面的負責的 那個 那個 那個總經理就是說什麼 就是那裡有事了 因為我看一個人 從裡面走進去 我只是追著他進去而已 就進去裡面沒有人 那他們發生什麼事情呢 他們 警員有的時候 就是自己幾個 就在這個地方也好了 朋友也在那邊散喝一下 欸 如果喝到大家要醉了 就一個叫阿鳳 出來 出來招待大家 現在第二天來 有些客人說 叫那個阿鳳出來 這裡沒有阿鳳 就 你現在喝水他就出來了 後來才 再問上一手 說 那個女的阿鳳是 之前跟酒客 就是 戀愛 沒有戀愛 戀愛 戀愛就 他也沒有拿對方的錢 反而是前輩 被騙走了 所以在那一間自殺 阿鳳 有有有 我今天 聽到秀華 電兩次 好 等一下他還有看過兩次鬼的故事 別說 其實有一次我要說什麼 如果我明智 你就先離開 車馬會不要 你先休息 真的嚇到 好恐怖 很麻 就麻麻了 好 這個秀華 你弟弟是遠景嗎 是 他說 他說 別斬過一間 很離奇的車禍 是 是 這個故事 這是這樣 他就是 有一天 大概凌晨 三四點的時候 他就接到這個報案 就說有少女 有一個女生撞貨車死 然後他就趕快到現場去 然後去處理 一看現場 判斷就說 是自己撞貨車 自己追撞貨車 自己死亡 這樣子 然後就趕緊通知 要通知家屬 因為已經天亮了 那隔天姐姐 她的那個女生的姐姐 就來到 來到那個警局 然後就說 我妹說 叫我來找一位姓陳的員警 我妹說 我妹昨天說 妹妹不是死了嗎 對 死了 他跟我說 我要來找一個姓陳的 對你弟弟 我弟弟 結果所有的 所有的那個 裡面的同事就說 天啊 你怎麼知道 那個承辦的員警姓陳 對 對 然後 然後他就說 我妹不是 不是 不是致壯 不是致壯 是被壯 對 他就跟姊姊講說 他不是致壯 他是被壯 他不是這樣子 然後我弟就再去 就是再去找 就是不斷去找監視器 因為他那一個路段 是沒有監視器的 就好像人家在殘路 對 產業道路 結果他就一直吹 一直 就不斷的 就一直循循秘密 然後到最後果真 我們找到一輛轎 對 找到就是 他去撞那台 乘車 然後撞下去 他又去撞到貨車 這個轎車造勢逃逸 去撞到他妹妹 妹妹還去撞到 退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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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騎掉 那看是看 如果你把這個轎車拿掉 你其實就變成他去撞那個 推撞 對 推撞 結果這個 當然就去找 去看那輛轎車 就是有機車的那個痕跡 對 被撞的那個痕跡 所以就這樣子 就把案情 破案就釐清 那釐清之後 那個姊姊 姊姊又來了 姊姊又提了一個禮盒說 妹妹叫我來給你們感謝 對 妹妹說一定破案 其實他還沒跟姊姊說破案 可是姊姊隔天 就是說 在當下他們處理 覺得說已經抓到了 OK了 然後要通知家屬 還沒通知 對 那那個姊姊 自己知道 隔天他又提了一個水果禮盒 警察還沒有說破案 但是他已經拿 對 然後先拿過來說 這個我妹說 謝謝你 說叫我帶禮盒來謝謝你 你幫他處理 就是說幫他把這個案 找到真相這樣子 怎麼那麼厲害 他知道他姓陳 基本上他這個冤情 如果冤情很重的時候 他這個靈力很強的 他可以了解一切 就是說 你其實裡面有一條靈魂 那個叫 就是等於跟元神一樣 他往生以後 那個元神是全知全能的 所以他能連到那一條線 OK 就談到這個是 自撞還是被撞 或者自殺還是被殺 這裡有一個台南的黃姓的吳小姐 因為感情問題 從12樓住處跳樓身亡 瑞德這給大家報 這個新聞是 那麼這個 住在台南的吳姐 那他之前可能是因為 不曉得精神狀況還是怎麼樣 所以他先發生了車禍 他有發生車禍 白天車禍 那麼心情已經不太高興就對了 然後還有感情上面的問題 所以他坐在他們大樓 12樓的這個柵欄 重點在於 他到底是跳樓 我們可以說他墜樓 墜樓因為他已經摔下來 已經死了 墜樓是一定OK的 但是跳樓的意思是要自己跳 叫跳樓 然後意外人家敲下來 那個就變命案 墜樓是一定肯定的 因為有目擊者號稱 就是他看到的是說 他坐在那裡 叫做骨氣 有的時候確實會這樣 有些人心情不好 在上面喝酒或是在打電話 說不小心就知道了 因為聽說還有 因為下面還有在弄氣墊什麼的 他上面還有手 還有抓著那個柵欄 那是人的求生意志 那麼如果你是要 直接跳樓的話 你就不會去扣 你連下面那個氣墊的機會 都不會有的 所以就掙扎了以後 因為你要知道其實 通常女孩子沒有什麼力氣 你只要掛在那個地方 就算你想上來 人的那個求生意志也沒有用 所以還是這樣過世了 重點過世了以後 這件事情離奇的是 是來處理的台南派出所的警察 他姓王 這個王姓袁警 他來處理的這件案子 然後他也到他住的地方去 然後瞭解這個案子 17個小時後 也就是算 應該算是17個小時後 他駕了巡逻車 跟著自己姓鄭的同事 塞車剛好到這個路口的時候 沒帶沒錢 他巡逻車的電腦又開開 然後慢慢開這樣過去 一台一個靈性的婦人 車子都被撞進去 撞進去 撞進去 撞過之後 剛好 他的車頭剛好 跳樓的地方 他真的在看 而且又是姓王的王靖妍 就是他 這是他處理的 所以為什麼 所以我跟你講 很多事情的巧合是 如果火警發生在雪碎 是26.5公里 第一次你收在這裡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怎麼樣 巧合 第二次的時候 你就真的怪怪 第三次 就表示 羅悠茲一定去簽 所以後來 26更年有 應該簽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巧合 就讓警察花毛 那為什麼又是這個地方 那當然後來經過酒測以後 這個王姓袁警 跟這個 撞到警車的這個靈性婦人 他們兩個都沒有酒駕 有什麼人撞到之後 車子又撞過來 撞車 車頭在這裡 這個用電影畫面 有一個無形的力量 就把那個車推過去 然後就撞警車 所以就有一個說法說 會不會是死者想 有什麼話跟你講 就剛剛那個例子 是不是死者 有什麼話跟你講 不是這樣子 他想要在說什麼 我舉個這裡 這件故事因為讓 讓我想起 到現在還很多人在講了一個故事 事實上它是發生在 我們當時台北線的老梅 三幾個月 老梅 老梅有那個很漂亮的 在沙灘海邊的那個東西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 一個富人的命案 所以那時候 楊日松博士 他還年輕的時候 一輛黑頭車 檢查汗 輸記汗 花衣 他們驗聲完畢 起來之後 車上多一個 多一個女子 多一個女子 那時候楊日松 還跟那個書記 兩個人這樣笑一下 淋漆了 沒有講出來 大家在那笑 說他就是 不然坐那怎麼辦 然後就這樣 車車車車車車車 開到大概士林的時候 當當當當 那時候還有淡水線 柵欄放下來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鐵路警察 剛好在柵欄附近 看到那個車 那時候不像現在那麼方便 沒有大哥大 他說 哎呀 報告檢查官 剛好在找你啊 剛剛通報 無線電在通報 警員無線電通報 淡水那個地方 台北橋下面有一個女扶屍 順便驗 因為那個地方是屬於 士林地檢署的驗屍的 所以他是外型檢查官 要驗屍 所以一直找不到你 所以就順便過去 然後他們下車以後 知道這個事情在上車 那女的不見了 你說楊日松那裡 那女的不見了 那不見就不見了 那要怎麼樣 到了台北橋下 以前都用操舊 現在用白布 操舊了一開 楊日松跟那個 書記官兩個人搶了一下 後退一步 就是剛剛車上那個女的 楊日松就說 哎 妳切啦 然後 這時候兩個人 不約而同有一個想法 他為什麼找上我們 對 逆死喔 生前逆死 哦 有人可以送的 旁邊的那個同居人 哭到這樣看我 我每次看到那個 旁邊有人在哭 我都會心裡會心存疑 他是真哭還是假哭 你哭到那同居人哭到這樣 然後楊日松就跟 因為生前逆死嘛 然後就扶起來 然後又說兩個人吵架 騎到那邊經過台北橋的時候 一生氣叫他停車 然後就 砰 就下去 那合情合理啊 對不對 又沒有外傷啊 然後楊日松就跟那個 還有一個書記官跟檢察官說 剛剛在車上 剛剛在車上 要求檢察官一定要解剖 你知道嗎 有冤情才會 全案破 全案是他這個同居的男朋友 把他推下去了 你知道嗎 騎波羅車站在那個地方 這個同居人 他如何知道是他推下去的 因為當年可以科學辦案 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 當年可以用很科學的方式 立刻科學辦案 然後 終於發現原來是他有小三 然後這個要跟他撤我 跟他鬧了 可能還有金錢幹什麼糾紛 就在台北大橋上面 騎到那邊騎到那裡 兩個人完結了 然後這個女孩子背對著 他一步做二步就 突然推下去 你知道嗎 那你推下去的時候 這裡會有一些痕跡 還是會有那個痕跡 然後根據這個 然後經過解剖 就因為這樣破案 這個故事其實發源點 是在老梅這個地方 科學辦案那一條 有 科學辦案 因為這個報紙的標題是深淵 因為剛才瑞德剛才講 不是那個車子 故意警車被人家撞過去嗎 因為在之前 他那個女兒其實跟那個 男朋友在車上吵架 然後他 跟他男朋友塞一個碎片 塞了他就蓋在上面 然後兩個就上去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之間就接瑞德哥 那個一直搬在那裡 然後後來就掉下來 所以他本來那個警察 車子要開過去 結果那個修理車是把他 滅過去 你看 你再看獎姊姊 再看一次 所以他剛好對著那個大樓 他想說 記者來想說 是不是深淵 那時候我有個案子也是這樣 有一個新莊 有一個女老師也是 他的現場是墜樓 也是墜樓 掉在那裡 那我一個警察的朋友 他叫 他姓白 叫白木坤 他那現場 他一到那時候 那個丁管的學弟 因為從警察那上面採證 他就對著下面那個警察說 白木坤學長 然後大家就說 拜託 不能叫名字 憲章你給我叫名 你也叫羅友智 是不是在幹嘛 不能叫名字 憲章 警察都採錯號 有沒有 是不是採訣 台爹的啦 台爹的啦 山爹的啦 沒有人會叫名 結果一叫名 這樣是 結果他想說 就回去了 就把現場財政 因為罪樓結案 結完之後他就回去了 他回到家 他去印刀 他陪他老婆後來去採購 回來之後 他一直堵 都聽到的房間有人叫 叫白木坤學長 白木坤學長 他覺得奇怪 他說 那個聲音好像很溫柔 而且是女生 而且是女生 那我們就虧他 說是你母叫的 他說第二有人叫學長 我說沒有 第二你有看到母這麼文字的 他說好像也沒有 你如果這樣就變兩性節目 然後後來他就破了一個案子 好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有隻 不會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案子 深淵是不是真的有道理 我想起那個案子 後來那個白木坤他就回去了 第二天他就不怪怪 他通常行事都困到中途 結果他那天早上就去騎乘 然後就到辦公室去 一到辦公室做好 七點完 一堆人就進來 哪一個是白木坤學長 就去找他 他說我白木坤 什麼事 他說沒有啦 我們女兒叫我來找你 你女兒是 你女兒是 就知道你辦了新增 那個跳樓那一間 那不是罪了 我女兒說不是 他說要叫我來找一個白木坤學長 他再去七點就上班了 好 就讓你去就上班了 一早就來上班 就叫他媽媽那個時間來派出所 來警察局找他 這樣就碰到嘛 那白木坤就說 你也不能說 跟我講說 你講人台就人台嘛 你要有禁股嘛 我沒有把檢查到要怎麼補 他說要不像這樣 證物袋裡面 有兩個嚇人婆子 我證明給你看 這樣 他說你聽得拿一瓶起來 一瓶那個 嚴格的 他說我這樣子 這個是他從以前 嚇錢的 我可以念出他裡面的金額 就這樣一個一個筒 他就 白白到就拿一個 多少啦 你說 一百零三萬四千六百五十二塊 數字都完全對 所以白木坤就相信說 應該是 應該 真的有討厭這件事 不然就說 不可能我跟人叫來 我總不能把 因為他是說 他女兒跟一個老師在一起 那個男老師後來又結婚了 跟他女兒糾纏不清 一直要在家裡 那當時 他還可以開始亂了 那個男朋友 蓋住他拆掉 所以那個墜樓其實是他殺 你把他拆掉 大家沒去堵住 因為那時候沒有監視器 那個六七十年的時候 民國六七十年 監視器沒有裝那麼多 結果他說 不然這樣子 你這裡還有一本 第二本 你把他叫來 你把那個男朋友叫來 我有製造給他 那個 就像烏盆劑 我有辦法讓他認罪 就他那個 他就把那個男老師叫來 男老師一定說 我沒有啊 我很愛他 我當時不在啊 怎麼會這樣 他說 這樣子啦 我告訴你 我拿一個婆子給你看 就拿這個婆子給你看 那個男朋友 整個手都變白的 嚇到 因為那個鑑金婆子 是他跟他以前在 就是承諾的時候 然後兩個都嚇錢在裡面 他每次都存520 520塊 5200塊 520一直嚇一直嚇 所以他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知道裡面的金錢 他馬上打給他聽 520 520 520 然後最後的金額全部都念出來 那個男老師整個哭 崩潰 他說是 是我把他推下來 後來才破這個案子 那個真的是有辦法深淵 所以我在想說 那個男朋友 那個車禍事件 那個他一丟的那 他到底怎麼上去 是不是他真的有冤情 說意情 像瑞德哥剛才講得很清楚 他還在那裡不會下去 如果他不會下去 帶就下去了 他有拉了一下 對 想掙扎求生 那是什麼原因 他不知道 是 不過最近 德國有一個 就是我認為是全世界 趨勢的判例 他是有一個15歲的女生 他 這個死亡 那死亡呢 爸爸媽媽 就要看他的 這個臉書的資訊 因為要判讀 他到底有沒有 他看起來是自己跳樓 可是到底他是不是 被霸凌之後才跳樓 因為他裡面可以找到 找到蛛絲馬跡 他有沒有抱怨 有沒有說 我被羅有志欺負 類似這樣 應該沒有 對 然後 這個德國的地方法院判說 你沒有權利 父母親沒有權利 這樣子 那 可是這個事情他就一直上訴 上訴到德國最高法院說 父母親有權利 因為這等同於 你的 他的小孩死亡之後的日記 所以父母親擁有他日記的權利 再來就是父母親真的有權利去瞭解 判讀到底有沒有其他可能發生的因素 因為他女兒看起來就健健康康的一個人 就是他不會去自殺 怎麼會忽然之間自殺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事情以後在台灣也會發生 對 很多知識 我們覺得想會說 我們有擁有小孩子 看他臉書 看他LINE的權利 他們有 我們 這個事情在台灣好像還沒有發生 是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秀華 你是說有看過神的故事嗎 對 神 所以比較明 就是說有跟我交談的是季公 那是怎樣 他有一次來夢中 那是我睡覺了 他來夢中 他來夢中 然後他就 來夢中他現一個鏡 讓我看 他就是躺在一張床上 他躺在床上就 然後我就看到他 他躺著我就轉身要離開了 可是我離開的時候 欸 季公就又 又我轉身離開 他就在我的面前 嗯 把你躺起來 對 因為 然後我就說 欸 奇怪 季公你不是 師父你不是躺在床上了嗎 你怎麼現在又在這裡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他用台語 他說 初心飛五心 你所看的 並不是 不一定是真的 他就落下這一句話 然後就